你还记得六年前把自己整成刘亦菲的女大学生李亦菲吗? 这个十几岁的普通女孩花了百万元把自己整成了刘亦菲的模样, 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李亦菲。 因外形酷似刘亦菲的原因受到关注, 如今整容已经非常普遍, 暗美之心人间有志, 不少人也会选择一个明星作为整形模板, 想拥有翻冰冰的肩下巴, 李嘉欣的鼻子,或者是宁静的大眼睛。 但是,如果有个女孩子拿着刘亦菲的照片对整形医生说, 把我整得跟她一模一样,把我变成她, 这已经不是单纯想变美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1997年,李亦菲出生于山东林仪, 本名李彦菲,家境优越, 从小就学习艺术,学习钢琴,二胡,古典舞和现代舞。 她十几岁时第一次看到《精粉世家》, 当时就被刘亦菲出臣的美丽给惊艳住了。 接着,她看了刘亦菲所有的影视剧, 像《天龙八部》、《神雕侠侣》, 当年的刘亦菲真的是美得无以复加。 金庸也曾亲手送上贺卡, 亦菲小姐,由你主演王雨嫣, 读者才知世上真有这样的美人。 金庸没有骗人。 林亦菲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刘亦菲, 本以为她就是一个小粉丝, 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就是一个粉头, 但是她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要变成刘亦菲。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 她就再也无法淡定了, 无法平静地学习和生活, 满脑子都是刘亦菲, 每天都去刷刘亦菲的信息。 慢慢地, 李亦菲向往的就不再是刘亦菲美丽的容颜, 而是刘亦菲精彩丰富的人生。 当李亦菲告诉父母要整形时, 父母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说你长得很可爱啊, 为什么要整成别人呢? 整成那样, 那还是我们的女儿嘛。 可是父母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李亦菲就是要整形。 就这样, 李亦菲长到了18岁, 她考进了青岛的一所大学学习英语, 离开了家, 李亦菲的胆子更大了, 整形的决定更坚定了。 在2015年, 她获得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加推新人大赛, 当时她还是一个大一新生, 在比赛里得了奖, 正好青岛的某个整形院是大赛的品牌赞助商, 当时就留下了联系方式。 李亦菲在当时的登记表上说, 她想改变自己的鼻子, 觉得自己的鼻子大。 李亦菲背着父母偷偷去了整形医院, 告诉医生自己想整容称刘亦菲。 医生很诚恳地对她说, 有些女明星可以整形出来, 像是范冰冰, 但是刘亦菲难以模仿。 你看, 刘亦菲有个鼻结, 而且牙齿也有点内凹, 但是长在刘亦菲脸上就是绝美。 因为刘亦菲咽压群芳的不仅是她的美貌, 还有她出尘的气质。 仙气飘飘的气质是医生整不出来的。 医生建议, 李亦菲只需要把鼻子和眼睛做一些调整就行。 但是, 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 执意要整成刘亦菲。 后来这个医生与美容院开了个会, 院方也希望能打造一个刘亦菲, 以此打出品牌, 提高美容院的知名度。 于是,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开始了一项整形活动。 这个活动的名字叫 《美丽梦计划一对一造星打造刘亦菲》, 并且给了李亦菲一部分的资金做支持。 李亦菲很高兴, 定了手术日子后, 她才通知父母要手术了。 父母吓了一跳, 叫她不要去做, 但是她很平静地对父母说, 如果不整容, 我不会快乐的。 父母听了这话心都纠紧了, 知道女儿心意已决。 2016年7月9日的晚上, 李亦菲为了变成刘亦菲的手术能够成功, 她在青岛奥饭中心进行了一场祈福活动, 此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2016年7月15日, 美容院方开了新闻发布会, 李亦菲发表致辞说, 整容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相信谁的人生都需要完美, 我们努力学习和工作是为了博得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 而整容是为了博得一个完美的外产, 我相信没有谁会拒绝完美的人生。 我努力了很多年, 专业实际钢琴, 专业实际二虎, 古典舞, 现代舞, 样样精通。 我通过努力地学习来成就我自己的内在, 同时, 我更迫切地需要通过外在的蜕变, 来实现我更强大的明星梦想。 当天, 李亦菲捧着偶像刘亦菲的照片进了手术室, 经过十来个小时的手术, 耗资百万整容后, 她确实更像刘亦菲了。 她对手术结果表示满意, 说自己更有自信了。 她变成刘亦菲的消息通过媒体的报道, 受到很多关注, 她成了网络红人, 她也趁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亦菲。 不仅长相和刘亦菲相似, 就连名字都是高仿。 突然的爆红, 让李亦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她参加了不少选美比赛, 并成为了当时的啤酒节女神。 后来, 她又参加某个玻尿酸明星脸大赛, 并在比赛中获得冠军。 于是, 李亦菲也接到了一些代言, 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她被问到已经整成刘亦菲了, 你为什么还要化妆呢? 她说, 还想成为更漂亮的刘亦菲。 当她坐在钢琴前演奏时, 有人叫了她一声亦菲, 她缓缓地回过头来, 那一瞬间, 她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刘亦菲了。 但是, 这种蹭来的热度和流量, 毕竟不是长久之间。 渐渐地, 人们的好奇过了, 没有人再关心那个整成刘亦菲的19岁少女。 李亦菲的热度消散殆尽。 今年热播剧《孟华路》 又让35岁的神仙姐姐刘亦菲上了热搜。 连带着帽牌刘亦菲也再次引起了关注。 李亦菲比刘亦菲正好小了10岁, 如今也已经25岁了, 现在的她还好吗? 热度过后, 很少有人能够想起李亦菲, 她试图进入娱乐圈, 却是屡战屡败, 最后她选择出国流血, 而且她一直都在整容的道路上行走。 近日李亦菲在社交平台中晒出了她的性感美照, 庆祝自己顺利完成在澳洲研究所的学业, 表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学习才是。 只见照片中, 她穿着淘心威领亮片礼服搭配学士帽, 大方展示澳人的上围曲线 与凹凸有质的身材。 网友看到照片却忍不住留言, 喜欢那颗纸, 胸大有质。 李亦菲当年砸下百万, 接受手术成为刘亦菲后, 参加了多档节目, 也渐渐有了些敏捷。 不过, 后来她对整容上瘾了, 并陆续在脸上注入玻尿酸和弱毒杆菌, 三点两头往医院跑, 走上了整容的不归路。 她的整形医生却并不感到意外, 医生说, 整形上瘾的真相是不想做自己。 经过多次整容修复, 李亦菲成了网红脸, 很多网友都觉得她整残了, 一点也没有自己的特色。 从如今的照片来看, 李亦菲的长相其实和刘亦菲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她的脸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整容了, 但是她本人表示很满意现在的模样。 今年25岁的李亦菲正式入职了一所国际公司, 她立刻在社交平台中穿着性感礼服拍照庆祝, 她有了稳定的工作, 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生活动态。 她的社交动态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精彩美照, 在名牌和美景的加持下, 她看起来状态不错。 后来有记者问, 这么多年她后悔整容吗? 她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等着我说后悔, 都希望我说一些鸡汤, 但是其实我不后悔。 她说, 像她这样的普通女孩很多, 她的同学中比她漂亮, 比她有才华的很多, 毕业后也就拿几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而她因为整容, 有一定的知名度, 当了网红, 赚钱还是比大多数同学容易。 她说, 什么每个女孩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不是每个女孩都能长得漂亮, 但每个人都能活得漂亮, 那种心灵鸡汤对她压根不起作用。 她已经整容了, 后悔有啥用呢? 还能整回来咋点? 后来她选择了出国深造, 拿到了学历, 也拥有了喜欢的容貌,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还不错。 李一飞的故事讲完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这里是游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